講政治民調,最大的錯誤是出了哪一次呢 就是杜魯門對杜偉,人人都拿這件事來講 首先你要明白,這個已經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即是今時今日,民調是不准的 而指甚麼呢,民調不是static,是會改變的 即是在這一刻的reference,你要明白到 結果原來葉劉出身街都講粗口 你現在民調是沒有了,到最後來講他都會輸 他亂屌刺市民,你沒辦法不輸 即是那件事不是static 我先走了,大家 我不現身了,我怎麽要屌刺市民 你當時在哪裏行街啊 他有一定的誤差,但在這一刻市民的感覺 你要估計他未來是會怎樣 他會贏,對嗎 蕭先生,你簡單來說,那個是一個歷史 是一個歷史,不是將來來的,你要明白 我聲明了,葉劉也有聽到,不差我的事 蕭先生自己發明一個好笑的笑話 是不是 並不表示他在選舉那一刻他會贏 只要他投完票,exit poll那一刻就準 因為他已經是history,當然是準 那是統計,總計 就是統計 英文說,他接近選舉日期是月總共 沒錯,跟他有沒有debate之前都不同 debate一次,做一次都會轉 那你就開始加加減減些factor去估計 就是這個人的籌款能力是怎樣 他的表現又怎樣 由現在這個基礎開跑 就是起跑,這個是起跑點而已 就是這個 而且那個是長途賽,不是比賽 你不打了幾個月 是吧